我不相信精神能拓帮 那出现人生困局的时候 你拿什么做寄托呢 我人生困局有过 就是我在思考 我平时如果太依赖 别人给我快乐 那如果有一天 我自己在家玩的话 我其实没办法 自己和自己玩得很好 然后我因为这个问题 就在家躺了两天 倍速看完了四重奏 然后阴谋得到缓解了吗 其实也没得到吧 因为我现在还是随时道题 没有办法解开 得到没得到 反正自己不想了 嗯 为啥快乐要靠别人来给呢 你自己没有尝试过去 寻找什么快乐 有 就是当我 用奢德软件用习惯之后 我会发现 每一个不一样的人 会让我变得更立体 是因为通过他们的反弹 让你更确认了自己是什么样子 对 就是全都是镜子 然后就 慢慢会有一些习惯 有一些依赖 那即使社交网络 反映出来的是某种假象 也无所谓吗 比如 从很早之前 就大概是 大概知道自己是什么德性的人之前 我就一直在坚持独身嘴这件事情 不然就从去年后半年 才开放了我的这个走偶器 把这个门打开了 然后我在这上面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尝试吧 就也用过软件 然后越用呢 你就会越会发现 其实大家所营造出来的 只不过是一种 让你感觉好像既亲切又熟悉 好像能够得到一些 欢景和安慰的场域 但是它很虚幻呀 它经不起泡泡的触碰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男生刷到的女生都比较 质量比较高 或者说是 我没有说男生质量不好的意思 我不是那个意思 男生质量就是不好 反正就是 当那些假象真实的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 你会觉得还是现实生活好 对吧 不然我现在应该是在亲家上跟你聊天 要不是坐在这里和你吃饭了 对吧 也不是没有道理 反正我没有刷到过你 对 因为我后来就 就是 就是 你 而且就是社交面呈现出来的我 不是这个样的 你会觉得把这些东西偷了太多 会 不安全 不是 这个也是真实的我 现在坐在你面前的也是真实的我 你怎么去判断真实的 判断不了 嗯 这个问题就像 你怎么来推断 你在活着一样 所以我觉得现实世界 会更让人觉得 真实 就是相比 说到网络的话会真实一些 你看得见这个人 你感受到这个氛围 你感受到这个氛围 比如说我们现在喝的这个酒 我们现在吃的这个菜 他们共同组成了今天的这一场 谈计 对吧 对吧 可是在线上的话你只有一句 你睡了吗 给我看看 视频吗 加个微吧 吃来喝酒 不是帮逼啊 也不定都是这些 嗯 你在听教上 就是帮人家开第三条也是吗 也没有完全和你刚才说的那些差不多 那你还挺有父女之友的前处的 会有一些吧 因为我 我觉得我有一定程度的 艳男倾向 那你是女性好朋友 我从性朋友还是少 异性朋友会更多一些 异性朋友很多 是指 是通过你的这个 纯友依维持住的 还是因为他们有些 暧昧的关系在 所以维持住 都有 我觉得统成为朋友 就是那种 不承认不拒绝不负责 不 我没说啊 不是我说的啊 我不承认 这都是你自己想的 我不承认 我可是还没说啊 不过也挺好 每个人每个人都活法 还是你话开心就好 20年度来说 这个影响比较大的一年 包括关系啊 然后 看待一些社会事件 以及一些事物的看法 就全都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呢 是因为疫情让很多事情 变得不确定性了吗 倒也不是 因为我还巴不得世界毁灭 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开放的关系 但其实当时是 被迫的被开放 你是被动接受的那一方吗 对 被动接受 这样好奇 然后 然后第二个是 看了很多社会新闻 然后开始去会关注一些 男权社会 男权制女权什么之类的 好正经的议题 你就瞎听就行 瞎听就行 我就瞎说 放心 因为我也没往脑子里过 咱就是嘴不是比较快而已 脑子其实没动 你的助力在这个叉子上 被发现了 你说 有待人听 真的有待人听 结论就是 结论就是 一个人不能满足你所有的快乐 你会好奇异性的什么方面呢 我觉得对于每次见面 我最期待的是 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 能不能让我们得到 足够的快乐 以及不同思维之间碰撞的感觉 哇 那看来我们这顿饭可以吃完了 我让你足够快乐了 那如果 很快乐的话 那就太没有意思了 因为人都比较贪婪 哇 你确实是个很贪心的人 对 那在你下段关系中 什么回事你最在乎的 什么是我最在乎的 这个问题有点尖锐呢 我觉得是成长和感受吧 那你要找到 就是真正适合你的那个人的必选项是什么 而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就是 就是把人物化的感觉 但人确实是需要知道你核心里面该要什么 因为前段时间我大概有看到说 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小靴口的 当不断地有人补上这个靴口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是圆满的 但是当那个靴口消失的时候 你始终会觉得自己是空的 如果听过类似的话差不多 但是我现在找到的不是一个把我当成缺口一样的人 而是我们都能接受对方是有空缺的人 我们去想要拼图能拼完整的两个人 嗯不是 就是我不希望自己是那一块拼图 他可以空一块我也可以空一块 我们可以接受彼此都是空的那一块 嗯大概是这种 你呢 有什么期待的 我怎么会期待 信任吧 那你觉得你有让人信任的资本吗 有过吧 这个有过就很有故事哦 在几段里有过呢 不行不能用几段来形容你的感情 这样是对你的侮辱 没事你随便说 我不会把自己往上贴 那你觉得你什么时候给过别人信任感 就是让这个女生完全无条件地去相信你 是你真的做到了 还是因为这个女生 她对于信任感的要求会比较低呢 可能是做到了 但也是很久之前就是 毕业之后的那个第一个女朋友 就她把她的信任给了我 然后我又 又辜负了这份信任 包括后来还发生一些事就是 被她揍了一顿 然后觉得也都 哇 住院了吗 没有 嗯 那还是 还是有爱 但是打得挺严重的 啊 骨折了吗 没有 就是瘀青 然后肿块什么 那看来确实当时爱得很浓烈 就是一般爱得越浓烈的时候 恨得越惨烈 对啊 而且我还挺理解她动手的理由和原因的 原来你知道自己也做得比较混蛋吗 反正是我问题打都打呗 我也不能还手什么之类的 但其实我觉得这样 这样也好 当你越来越多这样的经历在你生命里出现之后 你确实会变成个可靠的男人 有可能 我的妈呀 好 好 好